大家好,我是TYC館長 今天要為大家開箱的是 Game and Watch 薩爾達傳說 35週年 復刻掌機 任天堂在1980年代時 由橫景軍平工程師設計了 任天堂的第一台掌上型主機 Game and Watch 每一台主機都只有一款遊戲可以玩 而且是沒有方向鍵的 這台主機讓很多上班族在閒暇時間 可以紓解壓力 玩一款好玩的遊戲 奠定了任天堂在掌機市場的初始霸王地位 2020年的時候 馬利歐35週年紀念時 任天堂又出了這款 Game and Watch 馬利歐兄弟的復刻掌機 我們這次沒有要開箱這款遊戲 Game and Watch 薩爾達的復刻主機 這也是35週年紀念 以上次的馬利歐那一款 還要來得豐富 而且實用跟時尚 那我們就來開箱吧 它這個外殼是一個透明的塑膠殼 背面有寫說它這款遊戲 它主要有四款遊戲 第一款薩爾達傳說 第二款薩爾達傳說2 零刻的冒險 第三款是在Game and Watch 系列上面出的 薩爾達傳說之夢島 它在Switch上面也出了這個重製版的版本 長這樣子 但是我們這次先介紹這一款 那第四款就是我們這個 Game and Watch 最早系的遊戲 這就叫做薩爾達傳說打地鼠 另外兩個遊戲比較特別是 薩爾達可以遊玩的時鐘 以及可以遊玩的計時期 那我們打開看一下 好,那拿出來就是一個說明書 那上面這一次呢 是有一個黑色的紙盒 那這個紙盒的話呢 上面就把這個主機放在上面 我們把它拿出來 哇 綠色的很漂亮 好,我們對比一下 之前馬利歐紅色的主機 大概是這樣 大小其實是一樣 上面呢 這邊是有 它是馬利歐的專用機 那我們這一次這邊是 薩爾達的專用機 好 那這邊一樣會有 十字鈕 Game and Watch 的標誌 那是跟馬利歐比起來呢 這邊多了一個 START鍵跟SELECT鍵 那側邊呢 一樣會有一個 總開關 以及 C端子 那它的喇叭在這邊 好 那後面呢 有一個這個三角神力 據說這個三角神力 在玩遊戲的時候 是會發光的 我們等一下就來測試一下 首先這個紙盒呢 上次馬利歐並沒有 這樣子的設計 但這次薩爾達呢 可以讓你就是把主機 放在這個 黑色的格子裡面 把它立起來 那這邊會有這個 可以把它打開 可以把它卡在這邊 好,就像這樣 可以把它放在上面 好,我們現在來 開第四四 來,我們把這邊按一下 簡單操作幾款 讓大家來看看一下 它的遊戲畫面 好 第一款是我們的 薩爾達傳說 第二款遊戲的話 就是我們這個 薩爾達傳說 惡德林克的冒險 第三款呢 就是我們在 Game Boy 上面 非常有名的 叫做資夢島 那這就是打地鼠遊戲啦 這最早期的 Game and Watch 的遊戲 打地鼠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計時器了 那計時器就是 你看你是要設定 設定十分鐘好了 那這邊是可以開始玩遊戲的 那就是林克冒險的玩法啦 但是如果你不玩的話 他也是會自己動 如果你把它做人時間的話呢 你是可以把它放在這邊 不想玩的時候呢 你可以把它當作時鐘 來說擺設 也是很有質感 這一次開箱的遊戲 這兩款遊戲機呢 我覺得 如果你是小品玩家的話 還蠻推薦 你可以買這個遊戲 回去做收藏 你可以帶在身上 因為這個真的很輕啊 放在包包裡面 完全不佔空間 如果你有想要收集 瑪利歐的話 應該網路上都要買得到 今天的這個影片 就到這邊結束 那喜歡館長的影片呢 請記得幫館長 按讚 訂閱留言 加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